我看没发现 看了才发现 欢迎收看 哇才发现 哇我发现今天Alice特别开心 我想过去请了苏晨来到我们当中 小白有进步所以她特别开心 是吗 因为苏晨也是比较熟悉了 我已经也上了职场工作坊五年了 所以学到很多的知识 所以我想说今天我们就好好来介绍一下职场工作坊 虽然我可能没有参加过职场工作坊 可是之前录了那么几集 让我非常非常的兴奋 我想我应该也要来报名一下 然后同一时间也要让大家认识一下 什么是职场工作坊 我请我们的职场工作坊的召集人苏晨 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到底什么是职场工作坊呢 大家好 大家好 苏晨 所有的职场工作坊就是为着帮助大家在职场上能够更好的发展的一个活动 那我们是以一年作为一季 从八月到八月kick off到四月毕业 有点像学校这样一年一年的这样的一个workshop 那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课程 帮助在职场的这个不同的方面 大家可以一起来来学习 我们的基本理念呢 我们是认为说职场上要成功的话呢 不只是你的本职工作的这些能力就可以了 它后面还有一系列的这个想法 这个能力观念这些 有点像 就是有点需要系统性的学习 有点像以前我们小学啊高中啊 我们都学什么数理化物理啊什么的 我们都把这些基础打好 可是我们在职场这些发展的这个 这些或者你说比较soft的这些skill上 一般都没有好好的去学习 所以职场工作坊呢 就是设计成为帮助大家能够很系统的学习 我们需要学习的 那些帮助我们职场能够发展的这些技能和这个观念 其实大家不要在乎自己年龄有多大 都可以来参加职场工作坊 因为很多的课程 我觉得是我们终身可以一辈子去学习和提升的 那呢你知道小白嘛 你知道小白就是很爱钱 来就很想知道一下 这个职场工作坊要不要钱啊 免费 免费小白最爱了 那为什么会想要成立这个职场工作坊呢 这个职场工作坊为什么成立了 然后又不用钱呢 感觉上好像好康一大堆 然后呢又白吃白喝这样子 这很好的问题 知道我们职场工作坊刚开始成立的初衷 是要帮助在我们中间的年轻人 因为我们是在教会在办弟兄特会的时候啊 有人提出来有这个工作的需要 这一群的教练啊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赚钱 我们的目的是要看到更多的人 在职场上能够发挥出他应该有的钱了 哇太棒了 这个就感听起来就非常适合我小白了 因为我也很想要进步嘛 我也很想要在职场上有好的追求嘛 那如果有一群教练的话呢 那我也是很羡慕的 那苏晨啊 我就很想问一下啦 那这个教练的角色 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我呢 先说一下我们职场工作坊 硬做的方式 我们大概是 我们会分成很多不同的track 那有这个职场晋升 有分好几个不同的组啊 因为一个教练 没办法对他帮助太多的人 那我们也有这个 刚才我们讲过的这个面试啊 面试有两个不同的组 那我们还有这个创业 创业 不同的创业方式 我们都有不同的组 然后我们还有设计人生 因为有时候 你找个工作 可能是你不合适的 你可能要换一个 对吧 你会成功会快乐 那你怎么知道呢 这是设计人生会教你的 这是四堂基础课 有上过这个基础课以后呢 只要上一个 你就可以参加高阶沟通 还有这个领导力 这两个是比较高级的课程 那教练怎么帮助你呢 教练呢 我们一个月有一次 在一起聚会 我们教练会 会一起有一个 我们叫做career panel 就是讲座 就所有人都听的 一个讲座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抓住 这个时代的脉动 一个系列 给你一个系列的讲座 3.0的时候呢 我们是华人如何突破 职场电话板 非常精彩的一个系列 然后6.0刚结束的 我们是在讲 这个拥抱大趋势 讲到 讲很多AI 因为AI是我们认为 接下来的一个大趋势 那这是在一起 那然后分在不同组呢 就会有这个教练带领大家一起学习 教练通常都有一套的这个课程 就是一个月 一套不同的课程 有些组还要做作业什么的 除此以外呢 还有这个单独的 这个一对一的帮忙 跟教练之间的这个coaching 那有些人 有些人这个在职场碰到一些 当时碰到一些问题 然后教练呢 就在他这个情境里面 帮他做一些 做一些解答 帮忙指引一些方向 所以不只是读书 是吧 不只是你看一个视频学而已 是有这个关系的建立 你跟这个学 重组学员 跟整个这个 整个工作坊 学员教练之关系的建立 还有跟你自己的教练 也是有这样的互动 所以通过职场工作坊 你还可以拓展你的人际关系 其实我接着职场工作坊 也认识很多教练 很多学员 过去可能在教会 只是大家点头认识一下 那现在大家一起 在彼此学习的话 而且又有共同的爱好 我觉得还是蛮不错的 那我如果是个新人的话呢 那我如果来参加的话 我一开始的时候 我要做什么 就是你报名的时候 要选什么嘛 对不对 就是说我来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就不知道我要做什么 或者是我要选什么 或者是哪些课程 我应该先参加 还是我应该先参加大的呢 还是直接选教练呢 还是怎么样呢 其实我们的理念 就是说 其实不同选项的这些课 是我们职场发展的一个根基 所以你可以根据你现在最需要的来学 很多人都是这样 但是我认为呢 你应该所有的都上一遍 因为也许你现在不需要 你现在不需要找工作 但是你将来一定需要找工作 大概率你一定要找工作 那么你现在就学的话呢 你至少到那个时候 你知道你要学什么 你需要问什么 就是预备自己嘛 你创业课 就算你现在是上班的人 你创业课你要学 因为在公司里面 其实创业的精神 创业的做法 也会帮助你扩展你自己的 你所做的工作的影响力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这些课 应该都是从头一个一个学完 当然你可以根据 你现在最需要的课 我知道有一个人 一来就参加沟通的课 因为他老板说 你的沟通能力太差 他就来上沟通的课 不知道这样 有没有回答到你的问题 有 那我就知道了 对一个新人来讲的话呢 就是像从one to one开始嘛 就是职场one to one 然后一直到什么forone 职场晋升 职场晋升你可以上 如果你是 如果你是在公司的 但你也可以去上创业 所以这个每个人的兴趣不一样 但是我觉得职场晋升 创业还有interview 然后还有设计人生 设计人生 我其实是非常推荐的 因为 因为其实很多人 并不见得真正的知道 自己最喜欢 最适合做什么 那maybe我应该也 从这个先开始好了 这样的话呢 我人生到了四十多岁 才开始摸索的话 就是有一点晚的嘛 那现在的话 如果可以早一点知道的话 或许从年轻人开始 然后从我这种中年 然后到所谓的脑年 那这样的话 如果有一套的这个所谓的 自己知道这一生要做什么 我觉得还蛮值得的 是 有些学员 一届上两堂课的也有 有些教练啊 也跑去一边教 一边上课的也有 比如说 Alice就是这样 所以Alice也是我们当中的 一个教练咯 我下一学期 我在想要设计的创业的课程 会教大家怎么样 就是说 有系统的 包括时间的管理 还有就是运用各种的笔记 或者AI来帮助你创业 这是我现在在设计这个课程 我觉得给大家一定的 tool 让自己在创业的过程中 不会自己就是疯狂的忙到 就是说自己都不知道 没有自己的时间 像一个老鼠这样 转来转去一样 我希望大家就是说 不断的就是说 能够运用一些系统 能够帮助自己能够 逐渐的从创业走到 开始有自己的被动收入 或者是有被动的一些 ASAP的东西 所以这就是你们所说的 CGW 我们每一年都要upgrade哦 那这个1.0 2.0 3.0 是每一年都开了相同的课程呢 还是说 同一时间开这么多课 还是说一年只有一个focus 这个1.0 2.0 它不是一个进阶 它其实每年都是同样的架构 但是有可能课会有点不一样 因为教练可能会不一样 同一个教练呢 他可能越教越有经验 也会有不一样 那有时候教练也会根据学员 参加他这个班的学员的需要 做一些感动 但是基本上就是一季一季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说 他是一样的或者是独立的 所以我如果每年都想晋升的话 也可以每年都参加了 可以每年都参加 那参加在我们中间毕业三次之后呢 我们还有一个叫做Postgres Circle 就是博士班 就是更小的一个群体 我们继续地会在一起 一起学习一起成长 因为职场的成长 不是三年四年就搞定了 很多东西你现在 你听了以后 你可能就忘记了 而且每一个场景 可能都不太一样 所以我们是希望跟学员有一个 更长期的一个合作 所以你这些都上完之后呢 你就可以进入到这个Postgres Circle 这个一共有十几堂课 不过的确有人 有很聪明的人 职场晋升上了两个不同教练 就学一点不一样的东西 然后建立两个跟两个教练的关系 但大多数就是上一个 我真的觉得这一个场合 是很自由的 可以跟一个教练建立一个 long term的关系 我觉得我应该也要把握机会 不仅仅是教练 我觉得是同学之间 也是可能可以找到 自己未来的合作伙伴 其实在职场工作坊 我想找到的学员和教练 大家都是还是可以信任的 彼此至少在一个体系下面 大家还比较熟识 而且一起上过课 我自己也有个经验 就是说有一次 有一件事情问教练 我发现这些教练都非常的厉害 基本上我还没有 我觉得我自己还没有 把我自己的问题讲清楚 因为有时候你真的不知道 头绪是在哪 他就已经一针见绝地 指出这个问题的关键值 所在你应该怎么做 我就觉得哇一听 很有道理 所以在我们的职场当中 我们有这种mentor或者教练 无论是在职场工作坊 还是在你的公司里面 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对我们真是非常非常大的帮助 今年的职场工作坊 在八月就要有新的开始了 所以没有尝试过职场工作坊的人 记得要赶紧报名 因为很多的课 有的课还是有一些名义的限制的 毕竟一个教练不能教那么多的人嘛 总的来说 即便你修过课 你修过同样的教练 你还可以重复再修职场工作坊 其实有各种各样不一样的课程 都可以来适合你的需求 所以呢 解决你的理财问题 解决你的人生梦想 那才发现 我们下期见啰 别忘了订阅 分享 按赞 记得小铃铛给它咬起来啰 怎么样 还顺利吗 嗨老板 关于我的生日申请 你有什么建议吗 这个 我们还需要内部开会评估一下 哦 内部开会 我们公司一共才几个人呢 评估 我还相估呢 哎 这升职啊 太难了 哎怎么样 你面试还顺利吗 这个position会经常跟CFO开会你知道吧 哦 CFO 是一种UFO吗 那你对Sixfar人家很精通吧 嗯 是有一些了解 我不了解 请简单叙述一下 在Ciccaway的环境下 你跟LaVentechart向你提供Dinah的反馈时 你处理LaVilla Rome的优先级是什么呢 呃 他刚刚是在说法语吗 好吧 那你对我还有什么问题吗 楼下停车费可以报销吗 啊 如果你遇到这些难题 就请报名参加职场工作宝7.0 扫码QR Code就可以报名 7月31号截止 让我们奔跑不孤单 一起加油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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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